好的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军情观察室 我们都说最近俄罗斯研制的一种新型核鱼雷威力是十分的恐怖 它装备有上千万TNT当量的核弹头 而航程更是达到了上万公里 能够直接从俄罗斯的近海潜行到美国西海岸甚至是东海岸 从而避免了空中飞行被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所拦截的可能性 而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 这种武器的首次亮相 是一家俄罗斯电视台的无意间泄密所完成的 那么俄罗斯电视台曝光新型核鱼雷的画面 到底是无意泄密还是有意而为之呢 11月10日俄电视台新闻节目 报道普京总统在索契与俄军战略核部队主要领导 举行国防工业会议 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恢复于美国的战略和平衡 新闻中净土意外扫过一张俄罗斯将军手中的报告页 其中展示了一种名为斯塔图斯6的新型战略核武器投送工具 这是一种直径1.6米的巨型鱼雷 装有当量巨大的核战斗部 这本报告的图片部分细节可以看清 但文字非常模糊 只能勉强辩认 一些细节只能依靠猜测 但是在结尾处 报告却清晰地写道 预计到2019年至2020年间 俄罗斯这一全新的水下武器系统即可已完成实验 并在稍后装备潜艇部队 俄罗斯核鱼雷报告画面意外曝光之后 立刻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 稍后 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公开表示称 这确实是一次泄密事件 俄方已经让这家电视台删除了相关视频 希望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 但是有观点却认为 所谓的俄罗斯战略核鱼雷 实际上就是普京故意放出的消息 其意图就是为了震慑西方 亮出自己的战略底牌 当然这肯定不会是不小心泄密 首先说普京他是可可勃出身 他对于保密这方面 他是非常有意识的 所以你想保密工作 对他来说是他的专业 他不会不小心地泄露的 尤其是这件事 这件事其实他的大背景是说 美国不断地在高筑反导网 然后不断地在搞全球打击系统 这两件事都是针对俄罗斯 唯一的国防的依靠就是核武器去的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目前 他很关心的就是他的核威慑的有效性 所以他不小心透出一个信息 应该说是有意识的 当然我们讲随着之前我们提到 俄罗斯这款新型核鱼雷的曝光 另外一些和他搭配作战的神秘前景 也是浮出了水面 俄罗斯新型战略核鱼雷的曝光 立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而就在俄罗斯新型战略核鱼雷曝光前的几个月 一家美国媒体的记者得到五角大楼官员的消息 称俄罗斯正在研制水下无人潜艇 用于搭载核武器 这当时被认为是西方媒体常见的 夸大其词的报道 然而这次的意外泄密事件显然证实 这种项目确实存在 至于俄罗斯新型战略核鱼雷可能的载体 这家美国媒体给出了 在舰的09852型比尔哥罗德号特种核潜艇 和同样在舰的09851型哈巴罗夫斯克号特种核潜艇的画面 并表示09852项目潜艇已于2014年12月开工 据称它使用了奥斯卡二级核潜艇的停体 而09851型则到了2014年6月才开始开工 此前俄方称 这艘潜艇是用于研究目的 主要用于深海科学考察 海上救援 海洋研究和潜艇技术研究等目的 而就在新型战略核鱼雷的曝光之后 俄罗斯媒体也公开了09851和09852型 核潜艇建造的照片 可见该艇尾部有两个螺旋桨 符合奥斯卡级巡航导弹核潜艇的特征 2014年开工的09852项目核潜艇 被认为是俄罗斯最新一代核潜艇 它采用了蹦喷式推进器等先进技术 不仅如此俄罗斯媒体还提到了 新型战略核鱼雷这一系统的 指挥控制系统组成情况 如支援舰艇包括萨洛夫号 飞核动力情报潜艇 潜艇支援舰等 此外还有一些无法证实的其他内容 那我们讲说到这个奥斯卡和俄罗斯新型鱼雷的结合 应该说让俄罗斯水下威慑力发挥到了最大的功用 而关于这样一款特种潜艇 我们接下来也通过短片来仔细的了解一下 从俄罗斯电视台曝光的画面来看 所谓的新型战略核鱼雷应该是一种水下自律航行器 实际上相当于一种高度智能化的水下无人机 而携带它的两种核潜艇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就在此时 有媒体搜集到了此前有关09851型核潜艇的一张想象图 改艇的腹部似乎外挂了一艘小型潜艇 现在看来 这艘所谓的小型潜艇 其实就是斯塔图斯6战略核鱼雷 而从俄罗斯电视台曝光的报告模糊的文字上推断 排水量达18000吨的09851型核潜艇 可在腹部携带6枚核鱼雷 而09852型虽然排水量小于前者 只有约1万吨 但由于是专门设计用于携带核鱼雷 也可以携带6枚鱼雷 俄罗斯斯塔图斯6战略核鱼雷独特的挂载方式 让人们想起了冷战期间苏联研制的另一型核鱼雷 这种被称为超级炸弹的核鱼雷长8米 直径2米重27吨 爆炸威力5800万吨TNT 显然 无论是飞机还是导弹 都无力携带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于是苏联海军就采用了潜艇外挂的方式 携带该鱼雷到距离敌方目标几百公里外的海底 并用冲压式原子火箭发动机 将其投射到目标上空 实际上如果是外挂的无非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说它要增加鱼雷携带的数量 而这个艇内的鱼雷舱的体积是有限的 这个是可以采取外挂 尤其是远程作战它是可以采取外挂的 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体积太大了 因为你要是用传统的直径的 比如说内部鱼雷舱 你打出去一个就要相应的 补一定的重量的水在平衡水柜里边 要不然的话你打几个骑射不栽下去了吗 这个潜艇它是一个很笨的小飞机 它是在三维空间里的 就是这个机电部门要随时考虑到这个艇的平衡 你不小心就完蛋了 所以外挂有个好处 就是说我打出去了 反正我也不需要像这样的补水 等同于你带了一个子艇 所以说随着俄罗斯这样一颗新型鱼雷的曝光 应该说让大家对于俄罗斯现在的水下力量 再一次的刮目相看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也看到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 俄罗斯在同时又推出了另外一款鱼雷 据说是具有更强的攻击力 1997年 俄罗斯海军潜艇部队装备了一种全新的武器 被媒体称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这种武器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暴风鱼雷 这是一种潜在高速鱼雷 它是苏联海军在历经十多年的秘密研究与发展之后 才获得成功的一种超空炮王牌武器 据媒体报道 暴风超空炮鱼雷 雷体长度8.23米 直径533毫米 重量2.6吨 战斗部装药250千克 它的最大航速可达到200节 是一般鱼雷的4到5倍 而且15000米的航程 和400米的最大深度 也远远超出一般的鱼雷 从外形上看 风暴超空炮鱼雷 雷体由头部到尾部逐渐变粗 头部是战斗部 尾部是发动机 尾部中心为火箭发动机喷管 周围有8只小型启动火箭 在暴风鱼雷头部 装有空炮发生器 它成圆形或者椭圆形平盘状 向前倾斜形成一个出角 鱼雷从潜艇上的发射管发射之后 先由8只启动火箭工作 将鱼雷加速至超空炮速度 航行时 首先由空炮发生器产生局部气泡 然后由通气管向局部气泡注入气体 使之膨胀成为超空炮 包住鱼雷本体 然后主火箭发动机工作 使鱼雷在水中高速航行 而就在俄罗斯研制出 超空炮鱼雷导弹爆风之后 美国也紧随其后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美国超空炮武器的工作 由位于阿林顿的海军研究所领导 主要发展一类超空炮武器 超空炮射弹 这种武器由反潜直升机携带 通过武器发射潮发射 以极高的速度和精准度 撞回来袭的敌方鱼雷 因此又被称为 机载快速灭雷系统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俄罗斯 是同时曝光了一款核鱼雷 还有一个超空炮鱼雷 那么其实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烦恼 接下来我们也从个短片 继续了解一下 战略核鱼雷和超空炮鱼雷 接连曝光 似乎让俄罗斯海军 正在形成对美国海军的 某种战略优势 据媒体报道 这两种鱼雷在作战使用时 可以相互配合 超空炮鱼雷负责 歇面美军的航母编队和任何水面力量 而战略核鱼雷 则负责打击美军的战略纵身 和后方关键节点 比如军港 造船基地和靠近海岸的指挥中心等 而对于俄罗斯战略核鱼雷 和超空炮鱼雷形成的黄金组合 美国耗费多年重金打造的导弹防御系统 似乎毫无应对办法 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包括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其防御力量主要由发射井内的拦截导弹 水面舰艇上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和类似爱国者这样的中低空防空导弹组成 可无论是哪种拦截弹 其防御的都是从空中接近的目标 而俄罗斯两种鱼雷则是另辟蹊径 从水下发起攻击 这完全出乎美军的意料之外 让其耗费重心打造的导弹防御系统 变成了真正的废物 而西方媒体也有评论认为 战略核鱼雷和超空炮鱼雷 可能是俄罗斯一种用于 抵消美国导弹防御系统效能的尝试 而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美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没有涉及鱼雷的问题 因此这种武器也将绕过条约 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一次有意的泄密事件 让俄罗斯战略核鱼雷 首次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虽然它依然没有退去神秘的外衣 但是从目前透露出来的有线资料里面 西方国家依然感受到了 其巨大的威慑能力 而俄罗斯随后拿出的超空炮鱼雷 更是让西方国家 曾经强大的舰队防部胜防 战略核武雷和超空炮鱼雷的黄金组合 也会彻底下来